名叫佐史杨潇,英俊潇洒,生性风流,他强扰了灭绝师太的爱徒纪晓福,致使他失身怀孕。后来灭绝师太命令纪晓福前去刺杀杨潇,纪晓福不允,被灭绝师太残忍杀害。 纪晓福之所以不杀杨潇,是因为他早已爱上了杨潇,不然何以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不悔,纪晓福爱杨潇,杨潇也恨爱纪晓福。 武侠小说中一般都伴随着复仇的故事,那么问题就来了,灭绝师太杀了杨潇最爱的女人纪晓福,为何杨潇一直不找灭绝师太报仇呢? 我认为主要有一点四点原因,第一,纪晓福是灭绝师太的弟子,是被杨潇抢掉了身体,两人并无夫妻之名。 况且,纪晓福一直是俄美弟子,是杨潇抢了灭绝师太的人,他又怎么好意思,去找灭绝师太报仇呢? 第二,纪晓福曾告诉过杨潇,他特别尊敬师父灭绝师太,以他为尊。 如果杨潇杀了灭绝师太,岂不是寒了纠权之下纪晓福的心。 第三,杨潇要悉心抚养女儿杨不悔长大,没有时间和精力找灭绝师太报仇。 第四,当年灭绝师太的师兄姑红子与杨潇比武落败,之后不堪其辱,被活活气死。 虽然姑红子并非死于杨潇之手,但多少与杨潇有些关系。 渊渊相报何时了,今日你杀我,明日我杀你,又有什么意义呢? 第五,尤其重要的一点,杨潇未必是灭绝师太的对手。 如果灭绝师太没有以天剑,那么以杨潇的武功,对付灭绝师太绰绰有余。 但那时,灭绝师太已寻回以天剑,杨潇就未必打得过他了,想要报仇,绝非一事。 很多人都认为,即使灭绝师太受持也天剑,他也不是杨潇的对手。 过多争辩,毫无意义,我们还是来看看小说是怎么写的。 光明使者杨潇,轻易扶王为一孝两人武功身后,均可和灭绝师太一斗,未必便疏于他,只恨受了袁珍的暗算,重伤之后,一身本事半点施不出来。 由此可见,杨潇对战灭绝师太,并无必胜之把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